我是姊夫 大家好 今天姊夫的和食湯 要跟大家分享 大人小孩都喜歡的 卡子丼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與份量 請參考影片下面的 完整資訊喔 現在來做豬排 在這之前 我要先做一個 麵糊 雞蛋 炒菜 加點水 加點鹽巴在麵糊裡面 這是麵粉 這是一般的中筋麵粉就可以了 加點點油 在這我要稍微講一下 傳統的做法是 可以先沾麵粉 再沾蛋 再沾麵包粉 這個台灣的說法叫做三溫暖 大陸的說法是過三關 我現在是把沾蛋 跟沾麵粉的動作 把它合在一起 那我只要把濃度 調的 濃一點 讓它待會 可以沾到很多的麵包粉 我是覺得這樣比較方便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 這個 先放旁邊等一下 現在來切 大理雞 就是我們的豬排 我的大理雞 稍微放在 冷凍庫 讓它硬一下 這樣的話 其實會比較好切 原則上我們先用 蝴蝶開法 所謂蝴蝶開法就是 一刀斷 對不起 一刀不斷 一刀斷 這樣子的話 它會變得比較大一片 像這樣子 它就會變得比較大片 待會我們再來 調味 現在來把豬排調味 來我們撒點鹽 撒點胡椒 撒點胡椒 稍微壓一下 來 翻過來 再做一遍 這是麵包粉 蘸一點麵糊 接下來 上面再撒點麵包粉 讓它盡量多蘸一點麵包粉 來 軟麵 好 都拉靜置一下 好 都拉靜置一下 把油鍋打開 青蔥 測油溫 接下來我把配料切起來 我要一些洋蔥絲 接下來我要把醬汁先調起來 這是味醂 這是醬油 加一點糖 加一點水 加一點水 加翻一下 好啊 要溫差不多了 豬排呢 下去炸 我們先來做醬汁 開火洋蔥 剛才加好的醬 醬汁煮開了 加一個蛋 準備一碗白飯 豬排 醬花 柴魚 芝麻 卡滋豆 完成喔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喜歡姐夫的影片 歡迎加入姐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問題請留言給姐夫 要記得訂閱姐夫的頻道喔 還有幫姐夫按讚和分享 要記得點按小鈴鐺 開啟通知 才不會錯過姐夫的更新喔 姐夫感謝你們的支持 姐夫食堂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